听故事 品历史 这里是历史影像机 我是宁哥 康熙在位期间在诸位皇子之间爆发的九子夺敌事件 因为持续时间之久 牵扯朝臣范围之广 再加上由此引发的手足相残 血腥清算 让后世见识了什么叫最势无情帝王家 可作为类祖不类父的乾隆皇帝 一生共繁育皇子十七位 非但没有发生类似康熙朝的皇位争夺事件 反而实现了清朝最为合法的钱家皇悬更迭 个人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 作为清代第一位因秘密立储而受益的帝王 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七月 便循用皇考城市新书秘址照前收藏 早早地完成了建储大事 不可否认 秘密立储制度因为对皇储人选的严格保密 让朝臣无法正确选择拥立对象 从而从根本上遏制皇子结交朝臣的可能性 将结党夺敌出现的概率降至最低 先行打消了皇子们参与夺敌的念头 第二 对后宫嫔妃带有政治目的的压制 从永从薰式的乾隆十二年 到再次秘立皇属的乾隆三十八年之间的二十六年间 乃系乾隆帝诸位皇子最有可能发生夺敌行为的时期 在永从和复杀皇后接连去世以后 乾隆皇帝也逐渐意识到了 诸位皇子对大清皇位的际遇之心 最开始了卓有成效的遏制办法 对后宫嫔妃带有政治目的的恩宠有别 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明确了想要传位于嫡出皇子以后 乾隆皇帝利用后宫嫔妃的晋升 保证了嫡出皇子的始终存在 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夺敌之争出现的概率 第三 乾隆皇帝一生虽然育有十七位皇子 但在乾隆三十八年之前 已有十位皇子或早妖或病逝 除此之外 永林年幼 永成永荣出祭 永姬寿母千类 可供乾隆皇帝选择的皇子 也就只剩下了永兴 永玄和永延三位皇子 永玄年龄要长 但举止轻浮 做事不得体 人缘也不好 乾隆皇帝曾因此对其有过数次公开训斥 永兴虽然堪称一代文学大家 但其不中其设 仿效汉族如生的文人习气 让乾隆皇帝很是反感 相比较之下 皇十五子永延反倒成为了综合得分最高的皇子 再加上其母魏家世在乾隆后宫的特殊地位 乾隆皇帝选择皇十五子永延为皇位继承人 并非艰难选择 乾隆朝的盛世景象 让乾隆皇帝再无令皇子参与正事 替自己分牢的必要 所以乾隆皇帝并未让诸位皇子过多的参与正事 从而杜绝了皇子和朝臣结党的可能 乾隆一朝 仅皇四子永成和皇六子永荣 在初纪里宗亲为子 失去继位可能后 才开始参与部分闲散正事 正是因为乾隆皇帝对诸位皇子的友谊疏忽 才让他们失去了康熙帝 诸位皇子独当一面 才能卓越的夺敌资本 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夺敌事件的发生 你还有哪些要补充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